大家好 患上骨质疏松症 大部分患者会吃药或者打针 会开钙和维生素D补充剂的处方单 即使这种治疗持续数年 骨密度也只能慢慢变差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 摆脱骨质疏松症需要知道的东西 其实比想象的多得多 而且对众多的信息存在错误的认知 今天邀请了过去20年间 研究骨质疏松症患者 骨密度改善解决方案的盖博士 乡里 一起来了解一下 所有骨质疏松症患者 更容易提高骨密度的三种营养品 大家好 我是以盖博士而闻名的乡里 大部分的骨质疏松症患者 尽管在医院持续接受治疗 提高骨密度失败 原因虽然有很多 但其中最大的原因是 没有充分摄入必要的营养元素导致的 这样的原因中 大家的消化功能减弱 离子钙和鎂的供给量完全不足 成为最大的原因 第二是摄入的钙 通过血液输送的维生素D的血液含量太低 帮助钙形成骨骼的同时 帮助叫做软组织的钙不沉淀的维生素K2 无法正常供给 骨密度也不会上升 再次是构成骨骼的重要成分之一的胶原蛋白 供应太低所致 所以如果大家的骨密度得不到提升 必须将离子钙镁 维生素D3 维生素K2 胶原蛋白等促进骨骼形成的营养素 保质保量的摄取 这些营养素只要能按需摄入 70% 80%的骨质疏松症患者 都能使骨密度得到提升 但是如果按需摄入这些营养素 骨密度也没能提升 剩下的30%的人群需要增加检查以下的情况 并改善的话 方能提升骨密度 第一个需要检查的是 有没有维持与身高相匹配的体重 第二个是 是否正确地做了强化与骨骼连接的肌肉 和韧带的肌肉运动 然后重要的一点是 吃处方药的人群中 如果正在服用钙组织剂成分的药的话 需要换另外一种药物来替代服用 如果大家按照我说的这些好好实践 会在不远的将来 根除骨质疏松症的 好 可能大家都在等待 来揭晓一下能早日摆脱骨质疏松症的 重要的三种营养品吧 第一种保健品是 Nanoway的基博士神奇离子钙美 这款产品简单点 叫Nanoway柳康维公司的离子钙美 这款产品在2007年 Inpex世界发明大会上获得替代医学领域的金奖 在与韩国圣母医院联合开展的临床试验中 不服用骨质疏松症药物能提升骨密度 证明了可作为治疗骨质疏松症替代品的可能性 并在2022年韩国食品营养学会杂志 第35号发明了相关论文 各类媒体争相报道 是值得信任的产品 Nanoway的离子钙美的特点是 一般我们在摄入钙剂时 一次需要补充1000毫克的量 这款产品一次性的离子钙是184毫克 离子美是91毫克 通过防止摄入过多的钙 不用担心钙的钙化 可以安全地提升骨密度 摄入时和其他钙剂不同的事 不会造成胃不适或者便秘 Nanoway的离子钙美 尽管只有少量的钙和美 取得好结果是因为 就像视频里看到的 能百分百溶解于水中 足以出现5000微锡每厘米的高电导率 因为人体利用率高 溶解在水中的钙和美离子 被充分地激活了 如果大家再用其他的钙补充剂 把那个产品捣成粉末 像视频里看到的 放在水中看看是否能完全被溶解 来确认一下吧 第二款保健品 是以维生素D3和维生素K2为主成分的 Nanoway的DK筑钙胶囊 这款产品富含2000IU维生素D3和200微克维生素K2 但是摄入DK筑钙胶囊之前 大家必须确认一点 那就是大家要确认 维生素D的血液含量 只有这样 大家的维生素D血液含量 才能尽快达到我们的目标值 60纳克每毫升 这样可以确认DK筑钙胶囊的摄取量 这款产品的服用方法 后面单独跟大家细说 最后介绍的保健品是 Nanoway的3H 胶原蛋白 我们骨骼是由水、蛋白质、矿物质 各持有三分之一所构成 构成骨骼的蛋白质中 胶原蛋白占50% 虽然胶原蛋白占50% 但重要的是 胶原蛋白的种类有很多 其中需要一型和二型胶原蛋白 构成骨骼的矿物质 有48%的钙 除此之外 包括鎂、铜等70种矿物质所构成 Nanoway的3H 胶原蛋白 包括一型、二型和三型胶原蛋白 也包含弹性蛋白、玻尿酸 和促进胶原蛋白形成的维生素C等成分 对骨骼、肌肉、关节和皮肤健康 有很大帮助 接下来 针对正确服用这款产品的方法 进行详细的说明 这三款产品能更好的摄入 给大家举个例子 首先是骨密度高于-2.8的人群 准备离子钙镁和3H胶原蛋白 DK 筑钙胶囊 三款产品 将一小袋离子钙镁和3H胶原蛋白 放入200毫升40度的水中并搅拌 使用的水的电导率是260微锡每厘米 在两个烧杯中 各放入200毫升40度的水 左边放入一袋离子钙镁 右边的烧杯中 放入离子钙镁和3H胶原蛋白 打开电源进行搅拌 离子钙镁完全溶解的水的电导率是5186微锡每厘米 到底能多导电通过导电实验来确认一下 给大家展示下这个溶液在水里能有多导电 可以看到加了胶原蛋白的溶液也能维持超高的离子化 虽然能直接喝 但是再加300毫升水 一天中少量多次的喝会更好 胶原蛋白一天要服用两袋 剩余的一袋在下午服用会更好 下面是针对股密度低于-2.8的人群 来说明一下这三款产品如何服用最好 离子钙镁和3H胶原蛋白 和前面服用的方法一样 一天两次 DK注钙胶囊或者V3免疫完的服用量 应根据维生素D血液含量的多少来进行调节 那么下面根据各阶段维生素D的血液含量 对应的DK注钙胶囊来进行说明 维生素D血液含量在1-29之间 DK注钙胶囊一天4例服用6个月 30-39区间一天4例服用4个月 40-49区间一天2例服用2个月 50-60区间一天2例服用1个月 根据说明服用该产品的同时 每三个月检查一次维生素D血液含量 当达到60毫微课时 以后每天只需服用1例即可 一般医院的维生素D血液含量 会判定30纳克每毫升为正常 但是那个基准 大家摄取的钙 无法充分地在血液中输送 所以请遵循以上所告知的服用方法 如果维生素D血液含量非常低的人群 需要服用NanoRate V3免疫完的产品 服用方法与上述方法一样 NanoRate V3免疫完 富含4000IU维生素D3和100微克维生素K2 服用V3免疫完 提升维生素血液含量达到60的方法是 维生素D血液含量 在1-29时 V3免疫完一天2例服用6个月 30-39是一天2例服用3个月 40-49是一天2例服用2个月 50-59是一天1例服用1个月 这样来服用即可 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DK注钙胶囊和V3免疫完 不能同时服用 而是二选一进行服用 如果按此服用 维生素D血液含量达到60以上 DK注钙胶囊 每天服用1例即可 虽然极少出现 但如果服用DK注钙胶囊 或V3免疫完出现皮肤过敏 需要服用不含维生素K2的维生素D3进行服用 到目前为止 针对怎么都提升不了古密度的人群 必须服用的三款保健品的内容和服用方法进行了说明 大家中间如果通过服用离子钙铭 3H胶原蛋白 DK注钙胶囊 或者V3免疫完 有效果的精英力 欢迎大家分享在留言区 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每天都能坚持这样做 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摆脱骨质疏松症的